謝謝主席 是不是請主席邀請部長 部長其實我們樂見 在這幾年當中 已經很多人再不講那個令人家憎悟的教改兩個字了 因為教改 事實上我想應該是在林青江部長的時候 然後開始比較成熟嘛對不對 可是教改應該一開始的初衷也是非常好的 可是最後呢變成非常扭曲非常變形 他不是沒有成效 可是很扭曲 我想這一塊你應該有很多的研究 那我們也擔心12年國教會不會有步入這樣子的後塵 因為您是希望他是成功的 我們也要告訴教育部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因為您知道嗎 孩子在經過不斷的教育政策的改變之後 對 孩子是很沮喪的 他們都告訴自己我們是白老鼠 對 我們不斷的被實驗 而且我們實驗之後就決定了我們幾乎一輩子的未來 對 謝謝這個委員的這個期許 我覺得是 我也因為我自己也是家長嘛 我們也自己看待自己小孩的成長 所以其實是有同理心啦 就是說在我們推動的這個教育的相關的政策上 一定會積極的來讓他一定成功 我就直接針對一些目前已經在推的一些政策 其實也都是 其實已經都在為未來的12年國教做一些準備啦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這個繁星計畫 對 繁星計畫當然有很多學校 已經相當的釋出他的名額 那這個也有很多我們認為比較偏鄉的 比較教育資源薄弱的 然後孩子呢都能夠因為繁星計畫進入到他希望去的學校 不管是公立的私立的 反正總是他的選擇 乃逸的學校啦 可是我們的很多計畫當中的我們要求就是一個公平 結果這個繁星計畫我認為他的公平 事實上是在製造一個最殘酷的不公平 您知道我的問題在哪裡嗎 因為參與了繁星計畫之後 他到了大學他還能不能轉系 他還能不能重新做選擇 請問一下可以嗎 可不可以 過去曾經剛開始推動的時候好像有設限 可是我想現在應該是 究竟的現狀到底是怎樣 如果部長明不清楚的話 就請業務單位告訴我的關係 我想現況應該是沒有在做這方面的限定 確定嗎 我想這個 OK好 那我還是請這個 好那我已經聽到答案了 部分學校有設限部分學校不設限 你告訴我 你知道為什麼很多現有的明星學校的孩子 他是不願意透過繁星計畫的 在我們看來是不可 不可思議的 你就可以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自己的時間啊 你就不要再去拼考試啊 你就可以先很悠悠自在的啊 看你要去騎腳踏著環島還是你要去 這個這個永度日月潭還是要幹嘛的 你要去登山 你可以在那段期間 不要接受考試的那一種壓迫 然後呢你可以起碼比別的孩子 找個將近半年的時間 好 可是為什麼很多孩子他不願意選擇繁星計畫 其實應該這樣說 那反而讓很多我們認為的偏鄉的孩子 進去了之後 你知道現在繁星計畫有多少的孩子 他因為繁星計畫之後 他到了學校之後適應不良 然後他沒有辦法再做選擇 這就是我們 常常做很多計畫的時候 我知道教育部很難做事 因為 家長都要求公平 其實孩子還不懂得要求 都是家長要求公平 為了一個 一個 廣義的公平 結果害得我們的孩子 因為他的一次的選擇 結果造成他可能沒有辦法回頭 好 我們是不是有這樣失敗的例子 還是有吧 我想我們教育的體系裡面 您剛才講的這樣的案例就是說 其實它不是於長期存在的 所以我會來做一個積極的檢討 我希望就是說 環星的這個管道 大家基本上也已經認同的情況 對 那為什麼學校還可以局部 有個學校可以收 誰給他這樣的權限 我是希望這樣看 當他走環星這條路的時候 他應該是對他要唸的戲 是很有興趣的啦 就是說我們希望 可是畢竟有時候 我們都很清楚的知道 你到了大學之後 你才發現 原來這個科系跟我原來想像 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我同意 剛才江委員的這樣子的一個 不要設限 我會來積極的來檢討 如果確實有這些學系 他還做這樣子的決定 我就會去了解說 他為什麼做這樣的決定 除非那個理由 是我可以聽得懂的 聽得進去的 如果不是的話 我也願意 就是照您剛才講的 我們其實應該讓一個小孩 懂得選擇 他會選擇 他選錯了 他也還有機會在做調整 其實部長 您現在講到的就是一個重點 我們現在的孩子 真的 沒有給他選擇能力的訓練 對這個 你看看我們一個孩子 到了高中了 可以16公里的車程 坐過站了之後 居然要跑560幾公里 這次我也覺得蠻難過 真的很難過 真的很難過 真的是 所以我說我根據剛才 繁星這件事情 如果現在還有定的這些系數 我會優先的去檢討 看看他到底是什麼原因 還是說他以前定的就沒有改掉 那如果他沒有合適的理由 我願意來看做檢討 我知道你有這樣子的一個思考 我真的很讚佩 這就是一個辦學的一個精神 另外我想了解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推動九年義務教育 在民國幾年 五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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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那我們九年一貫的課綱什麼時候才完成 九年一貫的課 這個沒有關係 我還是請 我確實是不清楚 是啊是啊 我還是請黃師長來回答 您說那個九年義務教育是民國幾年推動的 五十七年 五十七嘛 那九年一貫課綱是什麼時候完成 九十年提出來的 九十年 我有沒有錯亂了 因為之前有課程標準 以前叫課程標準 後來才九年一貫 對嗎以前我們上 我們就在我們這個時代嘛 我們那時候就覺得說 小學上的課程 事實上到了國中幾乎又上一樣的東西 只是更細 然後只是更 更不想消化 然後只是覺得更沒有用 對 對 所以我們後來九年一貫 是這麼久的一段時間嘛 對不對 OK 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的孩子 在現在七年級 就已經知道 他就是要實施九年一貫 十二年國教的 其實十二年國教其實精神好像蠻簡單的 就是 以後考試制度的改變嘛 還有就是國家供應他學費嘛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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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很大的一個工程 這個工程還有觀念的改變 家長怎麼看待這些優質 所有優質高中的培養 對 如果如果部長 如果部長你認為其實觀念重於一切的話 我們很多家長就不會只聚焦在考試方法的斤斤計較 對 那表示是什麼 對 我們這樣的一份概念 這樣一份理想 這樣一份精神 對 現在在我們家長或者在我們孩子的 現在的一個就學過程當中 有沒有成為他們理解的 他們可信任的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就是說未來在國中的私信的輔導 導師扮演的這些角色的輔導的這些 這些安排這些都是很關鍵的 如果這些配套都不進來 其實如果只把考試制度說我就免事了 那其實是很危險的事情 對 在過去那麼漫長的一段教改的過程當中 難道我們學校的老師也好 課程的內容也好 難道我們一些學習的過程也好 都沒有做一些改變嗎 我不能說沒有我想 可是就是說過去還是比較是 考試引導教學 就是說還是在這樣子思維 我也知道現在到大學其實 申請的跟推薦的明確 越來越開放了 對不對 用考試的方式去選財 我想是也許在過去的 不是部長有時候你要留一點時間 讓我們告訴你問題在哪裡 謝謝 其實你想回答的 我在這邊只要做了將近一個多小時 我大概就知道其實你整個概念我們也很清楚 現在問題就在於說 OK 你現在整個教育的內涵 你現在十二年國教的整個的過程當中 你雖然 雖然我們講了說 你的這個過程 我都被你搞寧了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是 孩子的能力是 最後他是被 他是能夠帶著走的 希望能夠開發他的潛能 其實我們一輩子當中有用到的 到你進了棺材 可能只用不到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 這有很多理論都是這樣講吧 對不對 所以其實孩子他是可開發的那一塊是很多的 對 是很大的一塊的 可是現在問題 可能很多的問題在於說 我們這個社會到底給我們的孩子多少機會 我們當然這個已經不是你的問題 這個是其他部會的問題 我覺得其實台灣現在的教育其實提供的機會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從我們幾十年的歷史來看 這是難得的一次有其實最多的機會 我們投入的教育的資源各方面 現在又一位少子化 小孩又真的只有這麼少 你所謂的那個機會 我知道是入學的機會 我現在是要告訴你是他 未來有能力去超持他一個家庭 然後去呈先啟後 對 的這樣的一個能力 其實我想這個十二年國教會是蠻關鍵的 是 要有突破的話 因為我最近就舉個例子 我最近也看了一下 像披薩就是說 做的分析嘛 我們小朋友有大概30%的 在閱讀這邊其實是很弱的 或者有其實比例也是蠻高的 那其實如果有三分之一 或30%的不好的話 或者不理想 對於他未來說要能夠就業各方面 其實都有很大的影響 那如果有三分之一 在一個社會裡面 每一年級裡面 有三分之一的人其實是比較弱的 那其實三分之二要來支撐 這全部 是支撐不住的 所以我們必須 把這三分之一 把這30% 全部都要當作 所以您剛剛我坐在這邊 聽很久的時候 我聽到你一個概念就是說 對於所謂 我們過去一概的 這個所謂的精英教育當中 您認為說應該以後 每個學校都有精英 我覺得它是比較分散式的 分散式的精英 全部集中在一起 對 那你覺得 你覺得現在現有學校的那些師資 足以去讓我們的孩子成為精英嗎 我其實是 我其實還有一定的信心的 我們的老師其實是 還是蠻有能力的 那當然其實 如果是用考試引導教學的時候 老師其實也很無力 可是未來 那為什麼我們在大學這一塊 就完全採取 乾脆完全免試 也不要再又是申請 又是推增 又再指考 其實12年國教都已經是 從全世界來看 已經是不容易的作為了 是啊 大學也讓它完全免試 可能還我想 我想大概我們做不到 因為你今天為什麼大家斤斤計較 你這些所謂的超額比序 這有的沒有 就是因為最後他還是要去 那個大學的宰門 這樣子說 所以我們現在當然第一要務 制造要讓好的高中普遍的設立 所以均優質 那請問一下 那學校裡頭啊 孩子因為社區化來的孩子 一定比例越來越高嘛 那我想請教兩個問題就是 每一個地方他的高中 第一個數量夠了沒有 第二個這個是現實問題 對不對 那第二個問題 因為現在是分布不均嘛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這個學校裡頭 其實我們長期以來 我們都認為是不能夠再 不能夠再允許任何學校 所謂的能力分班嘛 我想在學校未來上課啊 在高中這裡我期盼 它是比較像是一個 跑班的性質 但是這次公開的 我不想來 我處理我 這樣北二人 就知道 我這一天 堂做了 超級嗎 這次公開的 我會去做 那個晚上 我會做一段時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